說到這春節期間呢 清潔隊員加班很辛苦 為了感謝他們維護環境的辛勞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今天晚上 前往泰山區的清潔隊 製贈隊員兔年的吉祥福袋 還有象徵大吉大利的橘子 侯友宜也對這清潔隊員的付出 表達高度的肯定 還有感謝 環保局隊員依序排號 輪流上前向新北市長侯友宜 領取好運福袋 場面相當溫馨 清潔員的工作全年無休 農曆春節更是最棒的時候 為感謝清潔隊員加班收運 侯友宜31號前往泰山區清潔隊 致贈兔年吉祥福袋和橘子 慰勞辛苦的清潔隊員 春節連續十天假期都沒有學習 不管是除夕 大人吃一道出山 依然在做垃圾回收 尤其垃圾量 比往年將近達1.9倍 可能真的好辛苦 所以過年後 今天特別到泰山清潔隊 來跟清潔隊說一聲 謝謝你們 環保局強調滿位清潔隊員 都是新北市重要的一份子 為提升對清潔隊員的照顧 新北市過去三年內已投入近9億 改善清潔隊的長遠環境 未來將持續強化 對清潔隊員的照顧 讓他們能以最佳狀態服務市民 這十年來 新北市得到全國聯繫十年最乾淨的城市 環保清潔隊的伙伴扛起的責任 清潔隊都在有效率快速的回應民眾的需求 得到民眾很多的好評 所以在這裡不該說一聲謝謝 永遠的感謝 環保局也呼籲民眾要配合做好垃圾分類 讓每個隊員都能夠順利完成任務 希望新北市在乾淨城市的基礎上 能朝向2050近零目標邁進 記者有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中文記者會議 中文記者會議